近日 凯勒写个人最新写真专辑黑蝴蝶在京举办发布会 被粉丝亲切称为蝴蝶姐姐的凯勒 四张新专辑黑蝴蝶是想向唱跳方向发展的第一步 罗志祥作为凯勒的幕后推手也来到现场 他坦言自己签下凯勒时受到很多争议 作为老板的小猪对自家艺人更是花尽心思 凯勒一开始签他的时候 其实有听到很多被外界被狠艺人的话 可能会觉得说我是第一次签艺人 可能不太会做 然后他又是从蝴蝶姐姐变搞笑艺人 要变回歌手的身份也很难 所以一定不会做好 所以有双方的闲音闲语在我旁边这样 一些负面的跟否定的时候 让我更决定 干脆不要签他好了 好 罗老板 让我更决定要把它签下来 就是咬着牙又把它做 因为我觉得凯勒以前的过程 跟我过程很像 我也是从当骨的火象团体走下坡 然后被谋定 然后啪啪啪啪啪 然后到走回邪性的路 然后到歌手的身份 其实一路也是有很多不被看好的 到后来你很努力去让大家给认同 去认识的时候 那个感觉也是会很不一样